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昨天傍晚紧急通报 有一名来台旅游的大陆江苏省86岁男子 确诊感染了H7N9 是台湾境外移入的第二例 而这名病患已经在加户病房治疗 台湾传出第二例境外移入的H7N9流感案例 机关署在12月31号傍晚确认 一位来台观光的大陆江苏省86岁男性感染H7N9 目前仍在加户病房治疗 同行的两名女儿则留在台湾找疗病患 两人都没有出现症状 目前这个病患的话 他目前还在医院治疗当中 那当然疾病有一定的严重度 但是目前看起来情形还稳定 这个团总共有25个人 那22个人都已经返回大陆了 这名路客在12月17号到台湾 旅游期间几乎环岛走透透 直到19号开始食欲不振 23号出现胸闷 24号上午到医院急诊 并且因为两侧肺炎 使用呼吸器入住加户病房 医师在26号投与客流感后 送报机关署送宴 在31号确认病例 机关署目前与导游详细确认病患旅游史 以及曾住宿的返店资料 掌握与病患接触者 这个冬天大陆跟香港都陆续传出H7N9病例 江苏省的旅游疫情也提升为二级 疫情中心也提醒国人前往大陆 不要避免接触 请鸟类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U10TV洋人向周思瑜台北报道